《科技日语》 旋律 《科技日语》 《科技日语》 你说吧 您说吧 我更晚晚上 现在没有办法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 是梦里的情况出现 这个对修行还是有影响 怎么可以对治一些 这个情欲的问题 这就是涉及到情欲的问题 其实没有信生活 不代表我们的情欲消失了 就是说 其实情欲是在空性里边 我们说 大家都是学地义地的 在空性里边 这个情欲是什么 是我们的习气欲望给定义 就是定义 对情的定义 比如大家觉得 有唯一的爱情 或者是有永恒的爱情 或者是没有爱情 或者是没有情欲 或者是有情欲 欲望给习气 大家是认可的 说我有习气给欲望 但是有没有什么 唯一的爱情 不变的爱情 有恒的爱情 有没有是 或者是没有 就是无情的 这个世界就是无情的 或者是 你看爱情里 全是被判伤害 或者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会守住一份爱情 等等 所有的定义都错 在空性里边 其实是没有情欲 这回事的 就没有什么情欲 爱情这回事的 是我们人力的一个定义 就是比如说 你有称恨 你有妒忌 你有战友 你有征服 你有我慢 你就在情欲欲还会受控 你就会有情欲的控制 你不只控制情欲 你也控制这个杯子 你掌控这个杯子 只不过是情欲你很难掌控 杯子就很容易 是吧 我说就是说 这个杯子你可以让它睡 你可以拿 只要你输于你了 你就能够支配它了 但是呢 如果是妻子老公呢 你就不可能支配它 或者是 甚至改变不了它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只要有喜气欲望 就会 就是 这位是支配不了这个东西 支配不了老哥哥老婆 就希望有永恒的 他一直爱你 所以大家不是希望有爱情 是希望有一个人永远爱你 就永恒的爱着你 不要忘掉你 你永远在他心中有位置 等等 不管你爱不爱他 他也爱你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都是一些定义 就是支界 对情欲的支界 还有就是受苦的是受嘛 绝受 习气 欲望 习气 支界 就是说我们情欲要彻底进的时候 它是连支界也要清理掉的 支界 就是你的对情欲的定义 你对爱情的一个定义 如果支界消失了 你在梦里边或者在任何时候 你看见的 就算你在这个世界上结婚 你也不会露事 知道吧 就是真正的不露 就是在这个梦中那个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啥 那就那就无所谓了 你控制不了的管他呢 因为你控制不了你 在这梦中还做不了总嘛 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 我说要在梦中控制他 是吧 是你改变了对情爱的定义 的认知以后 就情欲这件事在空性 我们是如来空性嘛 在本性里边 是没有求一个爱情这回事的 知道吧 没有爱情这回事 但是也不是无取无义啊 你不要说没有爱情 哇这个世界一下荒漠了 变成没有很无情 难道就是 是什么没有无情也没有友情啊 所有的友情重心都都被欲望习弃 还有定义支配 所以在情感的世界 在友情啊 亲戚友情爱情全在伤你 是你在定义 但是如果你 但是说这个大家有点伤心啊 好像 因为大家觉得 哎呀你看没有爱情了 没有情 如果情是虚妄的 那我们活得有啥意思嘛 是吧 我们坐在这儿很孤单嘛 很寂寞就需要点情嘛 等你没有情的时候 等你从情欲里边解脱 就是说你的定义消失的时候 那么你会有什么空性里啊 有大慈大悲啊 有神通啊 有力量啊 有法力啊 有很多 有心想事成啊 但你想的已经不是你孤单的事了 你想的已经不是要一个 爱你的友好爱你的老公 你想的事不一样啊 所以就是 你可能想着 怎么样把众生轮回轮救出来啊 众生在迷失之中啊等等啊 所以他 他没有无情也没有友情 就这个世界既不是无情的也不是友情的啊 都是你定义出来的啊 就是你在刚开始修行的过程中啊 就是说不管是形式上的 或者你梦有梦的里边也 我觉得你继续修正就好了 也不要刻意的 就是我一定要压抑 一定要控制住他 控制住他 其实是 佛学是不是 对制法 佛学不是说 哎呀我有个角色 我跟这个角色靠回 我控制住他啊 或者本能反应 我控制住他 或者是观他如梦坏泡友这个方法 哎 就是 露或者不露 因为有一个人才有露事 跟不露事这回事嘛 没有人像 没有人 连定义也没有 和谈露跟不露这回事 是吧 第一地讲是这样的啊 那么 露也化 不露也 观他如梦 先观他如梦坏泡友 然后如辱不动 连定义是 是真的假的 是个梦都不要定义 真的假的 他是不是对我影响了 或者 因为 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在不圆 果位不圆满的时候 这些 这些会避免不了的 你心里 首先是不要定义他 不要认知 这就是破他 知道吧 观他如梦坏泡友 就是不理他 知道吧 随着你 你继续修禅定 随着你继续修行 你按照空心之间 继续修定力 慢慢就不露了 慢慢就好了 嗯 但是如果你 拿头脑 我教给你个方法 说我怎么能控制住 怎么 你越控制 有时候越逆反 因为你在二月队里的头脑里 要起有一个对峙 说越控制 越压抑 有时候越逆反 就是这样子 越露得越厉害 尤其因为 它这个是个本能的东西 就是 就像睡眠 吃饭 还有 群育 这些 这些很本能的 在这些地方 尤其群育这一块 这一块 男性女性 到一定的 它是个生理 你吃饭 你吃了吃饭 它用作 身体生理用作 它就很正常的一个 但是我们 因为还不能观察 木槐泡影 你在意它 因为很多人告诉你 移镜不好 是吧 是不是 所以你移镜 你就会觉得 尤其我是修行的 你看我怎么能移镜呢 是吧 你不觉得这样是 你像金子的像 还有仪式的过程 你都着了吗 这些小像 但是我们出第一地 修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角色很强烈 说平凡的平凡的 或者是什么 那就要有点方法 说每天赢 那就不行了 那你就 不要看黄胜录像 不要看 台情说爱的电视 就是不要 避开女性啊 就是看女的的时候 看着自己脚尖 因为看着就慌嘛 一动声要一动 这不是就晚上就梦见了吗 是吧 你不看她就好 但是这个只是个 暂时的止痛的方法 这不是根本救度啊 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最起码 不至于每天晚上 会梦到啊 就是那种 所以小陈弟子 不是就这样 我看见女的的时候 我眼睛永远是 垂着看自己脚尖的 我不看 我怕诱惑 是吧 因为不小心 她突然一笑 诱惑我了 是吧 小陈弟子没功夫吗 刚开始 就这样 她不看 她也就清静 还有少吃肉啊 少吃点东西啊 保暖四个月 少吃东西也会啊 也不会漏啊 也就阿罗海日中一餐啊 这些都能对质 半个月的 半个月的呀 你多大年龄 55 55岁啊 那你身体还蛮好的 是不是这样嘛 精气神堂 我想用做的啊 饮食 你可以继续修产品 然后少吃点东西 如果在这段时间 然后然后对女性重新认知 对这个情爱重新认知 重新定义 然后让自己的事业 去开广阔的 看这个世界的情爱 就是对情爱爱情啊 情勇情众生嘛 我们都对情看一看 对色相看一看 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梦怀炮友的事 是不是 如果说情是个梦怀炮友 大家可伤心了 就是这个 你敢对你妈说情是个梦怀炮友 你妈一个 马青蜓是个梦怀炮友 这个就不行啊 虽然是梦怀炮友的 在修正里面是梦怀炮友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在人道啊 我们要按人道的游戏规则来做事 比如说夫妻结婚了 两个人相亲三爱的时候 你要有一点的责任感 你还要就是有责任啊 什么你要维护这个家庭 维护婚友要惜缘嘛 珍惜缘分啊 就珍惜对方嘛 你既然说你爱他 就要珍惜对方嘛 虽然你的心找不到 说句有时候还真找不到个情感 在哪里觉得空空落落的 因为自己迷茫 但是因为你珍惜对方 珍惜缘分说 我说过这家爱他的 就不能你看我现在又爱上别人 他们伤心嘛是吧 所以自己就不变了嘛 你也不是无常的 虽然你不是有常的 你也不是无常的 虽然你的心不永恒 但你也不是无常啊 无常有常这也是一个定义啊 就是因为你着想才定义啊 所以一切无常的 一切有常的 一切永恒的 一切是变异的 这都是定义啊 都就是礼藏 礼藏到最后破的礼藏啊 说这个世界有没有真情 还是缺失无情的世界 缺失你的二元对你的礼藏啊 但是我们现在在人道 维护人道的游戏规则 是你的责任和使命 是吧 你做人了 你不维护人力的游戏规则 你在中国一夫一妻 你就维护一夫一妻子 你到国外说 人家说 少数民族说 一个老婆娶六个老婆 你就维护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六个老婆 你就不能娶七个 是吧 所以这个所有的对 其实是休息啊 如果很多的事情 你能够很开稿的 看什么 你不压抑 反而生惊气爽的 他就不会搂你 你越在乎那个对 他越影响你 你不在乎他 啥事也没了 他连影响也没有 以前都吵架嘛 吵架之后 好像我就跟他 就没有这种感情 感情了 不吵架的也没有 你问问 是吧 因为大家是 有一个使命感 跟责任感 维护红云的嘛 不是你无钱 是你 你真的 有时候有钱 有时候没钱 你就是这样的 你有时候高兴了 有钱了 不高兴 全是伤心跟生气 你有啥情呢 也不能怪自己 也不能怪别人 这个世界不是无情的 也不是有情的 也不是这样的 然后是看你的定义了 看你活在什么境界了 那你有自己的解脱的境界 你的功夫越高 你的解脱境界越广 你的解脱境界越广 你越自在 是吧 有情来了也可以 无情来了也可以 你自己承担 是吧 那是果 在人道就是受果报的嘛 受果报 看你的承受力 果报的大小 不是果报 哪个大哪个小 没有比较 是你承受力有大有小 是吧 所以修炼是可以的 就是修炼 就算是 这一生没成佛 我们最起码能有承受力 是吧 在这个 在我们旅行人道的使命 跟执肉感的时候 不会受伤 是吧 不会觉得很难 就像持戒一样 小持人刚才是觉得 戒律很难持 是吧 觉得是压抑 但随着智慧的圆满 马上合语界 觉得持戒是很正常的 我就是那样一个 就是那样一个人 是吧 你都变成你的品质了 它就没有直接的痕迹了 再承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